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那么在视频的另一端呢 就来自新洲日报东马区副执行编辑 何丽萍何主编 哈喽何主编你好 哈喽Christine,好久不见 真的,我们好像真的有一阵子 没有一起的来搭档聊新闻了 应该是这个MCO才一开始 我们就没再见面了吧 真的,那这一次呢 还是非常的开心 就是可以邀请到你来继续的 跟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那以后呢,就是丽萍也是会通过 这个全新的单元叫做评讯论 来点评新闻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的进入正题 首先没有订,昨天下午就宣布 再度延长这个行动管制令14天 这也意味着呢,这个行动管制令 是会一直的持续到4月28号 那我就发现到就是相比起之前几次呢 这一次大多数人的这个心情 其实反而是会比较淡定的 那可能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因为大家毕竟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那心里面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比较忐忑 当时就是先起了这个抢购潮 那来到第二次的时候 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埋怨的声音吧 或者是更加的慌了 因为毕竟手听口听 然后很多公司的老板都是很担心 自己的公司怎么样继续的撑下去啊 然后很多的员工也很担心说 自己的饭碗不保等等的 那随着就是政府宣布了 一系列的措施之后呢 这个援助配套 那么来到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的 这个宣布的时候 我发现他好像大家的这个心情呢 都相对的比较平淡 然后他们都觉得说 嗯 是应该要去延长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 对 其实我们从我们过去 这一个两个星期来看呢 这个病例其实是还是 每天都是有一百多钟 甚至古今你看到今天为止 已经是突破两百钟 所以以这样的疫情走势来看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准备说 肯定是会延长的 可是在这个首项母邮议宣布的时候 大家心里面其实还是一阵的哀嚎 是因为大家都想到 哎 怎么我一个睡醒了 又来个延长这个十几天嘛 那么虽然说 大家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个不是真的 所以是很无奈的 在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的 对 是 那行动管制令延长之后呢 我相信很多人吧 尤其是男生呢 心里面应该是会很无奈 因为他们应该会讲说 天哪 我的头发怎么办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以为说可能就是顶多到了那个 F4成员的头发那种长度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直到现在可能要延续到 就是4月28号的时候 分分钟可能就会变成了 动力火车的那种长度了 那其实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图片呢 大家都是会去自嘲啊 去调侃是非常的搞笑了 那我觉得可能或许政府他们是听到了人民的心声 然后于是呢就决定说要去开放这个9个领域啊 就是逐渐的复工 或者是可能政府也是想要让这个经济就是慢慢的复苏 也不一定啦 然后这9个领域呢当中就包括像是理发店啊 洗衣店啊 眼睛店啊 还有这个电子电器店等等的 但是其实我就很好奇 像是政府这样一个开放的话 它真的是很恰当的一个做法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其实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它主要就是啊 因为就是去遏制这个疫情 继续的快速扩散 然后阻断感染 那如果说现在它就是一直去慢慢的开放那么多领域 那到时候如果说这个数字确诊病例没有下降的话 是不是代表着行动管制令就是会一直的延长下去 然后大家的这个生活不就更苦了吗 对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的很一个很觉得一个是一个很矛盾的做法 就是一方面你就延长了这个行管令 可是你另一边下呢 你又就是开放一些特定的领域 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了之后 其实民间上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 包括我们这个新洲日报 其实我们刚才有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其实还在进行中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很不认同就是开放这个领域 因为我们个人是认为如果你开放了 我们就以这个理发店来讲 虽然是大家像你说的很多人现在都在买院 我的发型是怎么样怎么样了 可是当你一开放的时候 一你可能是理发院 它就有一个存在着一个风险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接触的顾客 是曾经去过哪里跟哪一些人接触了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本身的问题了 那么很多人可能就是用这个理由啊 大家就找就找到机会可以外出了 那么到时候在射路站的警员或者军警 他们是不是可以拦住这些人说 你不可以去剪头发 或者是你不可以去洗衣店呢 那么这个就是里面有很多种种的矛盾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少年人其实是希望少年政府 能够在这一方面呢 有自己的决策 就是说我们不要跟随这样的政策 嗯是对 因为呢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嘛 要阻断这个感染店的话呢 可能大家都会讲说 我们都已经努力的那么久了 都已经事情那么久了 那如果说现在你慢慢去逐步开放的话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呢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对不对 对呀可能原本是说疫情可能已经渐渐好涨 可是因为你开放的时候 人流就多了嘛 大家就可能往外抛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又把这个风险给抬高呢 这个是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对那说到这个行动管制令的话呢 当然他也是要全民的配合的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了 就是那些可能不听劝告啊 就是怎么劝都劝不听的人 还是有的 就算政府可能已经是 给予了很严厉的惩罚啊 像是把他们去给被判啊 就是监禁啊或者是罚款啊 那我们还是看到已经 现在路上吧 慢慢的有很多的车辆 对这个就是令人家一个担心的一个 一个现象嘛 就是越来越多 越多人这个外出了嘛 就是有可能各种各样的理由 就刚才你提到说很多人是外出 就是很多人是有形形色色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理由 包括我们过去 我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 真的你发现这些人外出的理由 是可以千奇百怪的 包括他可能说我为了买些食物啊 送去我老家给我的家人吃啊 所以他就要夸现 或者就是说也有一个很好笑的理由 就是说他不忍心让女朋友挨饿啊 所以一定要送一个晚餐 给女朋友吃 结果晚餐当然是没送成啊 就被去带去罚款啊 或者是要坐牢几天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又节外生枝了嘛 对对对 所以还是希望说就是大家呢 在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呢 真的是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啦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真的是避免就是出门了哈 好那最后呢 还是要非常谢谢丽萍来接受访问的 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